新界西選區由荃灣、葵青、屯門、元朗和離島五個地區組成 區內選民人數有98萬 是全香港最多 建制派第一大黨民建聯在這一區 就效法法民以往的做法 分拆三張名單出選 一起看看他們在各區的備展情況 在新界東和新界西 每區都各有9個議席 所以是各政黨必爭之地 出現鄉事派、建制派、泛民之間大混戰 民建聯單單在新西分拆三張名單 我們總有這麼多次的經驗都發掘到 在一張名單裡面 我拿到兩席已經是一個極限 沒有可能會再拿得多些 但是隨著整個選區的不斷發展 譬如說新界西 新界西現在已經是9席 新界東人的9席 以我們在上一次的成績 或者市民對我們的支持 其實我們將它可以一種合理的分票 完全可以有機會拿到三席 新人即使在地區摘根多年 但往往都難敵黨內重量級的候選人級票 未必可以如願成功配票 所以葉國謙認為關鍵策略 是要鼓起新人的人氣 令支持民建聯的選民投票給新人 大家都收到這個訊息之後 對這方面他們理解了之後 他們就會在上一屆投給譚業宗的票 他們就會轉向投給 原來都知道我原來就等於 投給譚業宗的 我相信這一點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套法 葉國謙說新人要得到選民的認同 首要有地區工作的業績支持 這屆立法會新增超級區議會議席 將會是泛民與建制派之爭 葉國謙認為超級區議會議席選民有三百多萬人 在策略上宣傳要做足功夫 民建聯就特別印製漫畫小冊子專攻年輕的選民 另外葉國謙希望能夠和友好的工聯會協調分票 譚姐的票在某方面所說的 由於她的知名度比較高 所以她能夠取得支持度應該比較大 可能票多了可能會浪費 我相信這些大家都是明眼的人都可以做這樣的分析 但她都明白落場務副指 候選人落到戰場 始終難避免盡力爭取最多的選票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偉報導 請 clina 謝謝大家 讓你 주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